没想到现在水冷散热器真难买 我调查了几个月了迟迟不敢下手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吧 我的要求其实挺简单的 圆头的带树显的漂亮一点 白色的带光的 对性能没啥要求 主要是想买一个静音的省心的 我购买产品的原则是 售后再好也不如不坏 另外通过我的认知 我准备在水冷到期之前就把它换掉 就这点要求 竟然没一个合适的 我现在用的是风冷 利民的六热管双风扇 好像叫刺客吧 用了快两年了 其实它的温度噪音我都能接受 那我为什么还要换水冷呢 有三个目的 第一从来没用过水冷 想尝试一下 第二想把CPU的那块的热量 从机箱顶部给它排出去 现在我CPU这块一个大风冷 再加上4080响卡 它俩的热量都融合到一块了 我给它拆开 感觉应该会更好一些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颜值 为了让机箱内部更简洁 更干净 更漂亮 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调查 基本上排除了600块钱以内的 360水冷 比如前阵子传的沸沸扬扬扬的瓦尔基里C360的蓝色沉淀物 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些视频说 GL360的水泵声音比较大 但是都说E360不错 但我也看到了一些评论说 E360的风扇容易坏 看来1000以内的瓦尔基里是不适合我的 那就剩下V360了 它有方头的 也有圆头的 但是它那个风扇灯光 我不是很喜欢 还有V360的过度包装 还有送的那些我用不到的赠品 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看很多人说 说到瓦尔基里就说品控批次不稳定 有懂的同学可以给说说 其实从颜值上看 那个鲜马的XW360 那个白色的不错 不到700块钱 但是网上也有人说它有异响 也有人说是批次问题 难道就没有品控好点 品控稳定点的水冷吗 那这个行业都是品控不行吗 还有人说追风者的D30不错 价格不到600块钱 确实便宜 可惜是个方头的 而且不带树险 下一个是莲利 有一个挺漂亮 价格是1200块钱 它那个冷头样子我比较喜欢 不过这个品的销量太低了 累计评价才30个 不太敢买 人家把二级里的评价 动不动就1万加 10万加 我还看了华硕 RG的吹雪 有个360 价格不到1500 这个价格我也能接受 但是没有数字显示 另外我对RG的大眼睛 也没有特别的喜好 下一个是恩杰 有一款叫Z73 是RGB的 卖1600 这个冷头的颜值 我比较喜欢 那个数字很大 但不知道为什么销量少的可怜 另外网上还有人说 他们家的360自带的风扇不好 建议换风扇 这个水冷都已经卖到1600了 难道还得花1000块钱再买风扇 我是不会考虑2000以上的水冷的 我现在这个风冷是200块钱买的 如果要多花十几倍的价格买个水冷 即便它的质保是6年 我认为也不值 我的预期最好是买个千元左右的 如果特别好 买个1500的也能接受 如果六七百的有特别好的 也可以考虑 我还是那句话 我想买个不爱坏的 而不是售后好的 不知道现在这个水冷散热器 有没有适合我的 感谢大家推荐